杰森从万米高坠落 可他并没有死 医生掏出了他的心脏 然后给杰森安装了人工心脏 还配上了一个充电器 随后杰森醒了过来 可他却发现医生正准备要取走他的肝脏 愤怒的杰森立马起身 此时杰森才发现自己的心脏被拿走了 他只能依靠身上的电瓶维持生命 杰森赶紧逃出医院 却被一个混混拦住 杰森一巴掌把他扇晕 并夺走他的手枪 突然混混的队友也赶不过来 此时还剩下最后一个胖子 杰森通过逼问得知 他的心脏被一个叫乔尼的男人拿走了 于是杰森准备开车去寻找乔尼 可突然他感觉到非常疼痛 原来是他的电瓶快没变了 杰森赶紧拔出汽车的电线 插入自己的电瓶 杰森再次兴奋了起来 他驾驶汽车冲进了仓库 随后杰森打电话向朋友说 忽然 杰森赶紧站起来 可他发现电池已经损坏了 为了维持心脏的跳动 杰森来到了一个公园 取下了狗脖子上的电机项圈 并带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还威胁狗主人按下遥控器 在电流的刺激下 人工心脏剧烈跳动 杰森感到非常亢奋 他一路狂奔 来到了俱乐部寻找乔尼 这时一个胖子拦住了杰森 杰森一拳就把胖子打倒在地 随后他走进了酒吧 却在里面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女友 女友也决定和杰森一起追回心脏 杰森把电线夹在自己的胸口和舌头上 然后连接汽车发动机 他让司机踩下油门 巨大的电流瞬间灌满杰森的身体 杰森非常痛 但他必须这么做 因为他的心脏被换成了人工心脏 他只能通过不停的充电来维持生命 随后杰森的身体恢复了动力 杰森一路追踪来到了马场 可此时他心脏的电量又快耗尽了 杰森赶紧打电话向朋友求助 朋友告诉他需要找一个物体 不停的摩擦产生电量 于是杰森找到了女友 他们在马场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 恢复体能的杰森继续追击 并找到了偷他心脏的人 可乔尼却上了一辆汽车逃跑 杰森在大楼之间跑酷 最终成功抓住乔尼的车 杰森试图抢回他的心脏 却被乔尼直接甩下了车 这时乔尼的队友赶到 他们将杰森带上了车 他们劝杰森放弃自己的心脏 愤怒的杰森一拳打音音混合 随后杰森从车上下来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他直接来到一个高压电箱前 恢复体能的杰森 他跳上一辆救护车 然后用枪逼迫医生 为自己绑上一条电池腰带 杰森刚从救护车下来 就看见了乔尼 杰森直接开枪 乔尼跑进了一家发电厂 杰森也追了进去 杰森张开双手 开始充电 他瞬间充满斗志 把偷他心脏的人狠狠揍了一顿 可他夺回箱子时发现 那并不是他的心脏 杰森本想继续逼问心脏的下落 可他没想到 他的手指充满了高压电 直接把乔尼电死了 突然杰森被人一棍子打晕 等杰森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快艇上 他们把杰森带到了黑帮老大面前 黑帮老大之所以拿走杰森的心脏 就是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报仇 随后他们抽走了杰森腰上的电池 黑帮老大用鞭子狠狠地抽了杰森 突然杰森的队友冲了进来 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杰森趁机抢回鞭子 勒住黑帮老大脖子 混混从背后偷袭杰森 杰森一头撞倒混混 突然杰森再次感觉到头晕目血 这时他抬头看见远处的电线杆 他拼尽全力爬到顶端 随后他伸出双手 此时杰森已经全身着火 但他却非常兴奋 他靠近黑帮老大 一拳打在他脸上 随后杰森把黑帮老大扔进泳室 然后潇洒离开 杰森的身体已经全部烧伤 幸运的是医生找回了杰森的心脏 但经过抢救杰森亦没有反应 女友非常伤心 可当他们拉开病房后 杰森再次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